《山不再高,有仙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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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真佛山寺庙群却是如是道三教合一 高度和谐共处 在真佛山 三教一寺的情形非常普遍 为什么会有这样奇怪的现象呢 这还要从真佛山寺庙群的建立说起 清朝乾隆年间 在达县的高平寨 有一位有名的孝子叫蒋成寿 他心地善良 对父母极为孝顺 由于父亲体弱多病 蒋成寿刻苦研习中草药 到处为父亲寻医问药 便肠百草 蒋成寿三十五岁时父母相继病故 伤心欲绝的他选择玄虎济世 为善一方 他常年行走乡间 为百姓治病 治愈者数以百计 不取酬劳 人称蒋善人 后来蒋成寿出家为僧 法名德化 在高平寨山上有一座小小的官地庙 建于乾隆年间 蒋成寿就在庙里修行 广收门徒 并慢慢把寺庙扩建 以他的法号命名为德化寺 将承受教化人们行孝向善 百姓改称其为蒋活佛 到了清朝道光九年及公元一八二九年 达州之父孙义庭到德化寺拜佛求子 次年果然如愿 孙义庭高兴极了 闻人便说 蒋活佛乃真佛也 孙义庭捐资扩建寺庙 并亲自写下真佛山三个大字 玄于山门 高平寨也由此更名为真佛山 蒋成寿传道期间 唯一的信条就是劝人行善做好事 孝敬父母 在真佛山 孝善文化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寺里的角角落落 真佛山的山门上有一幅迎帘 孝善本无私 红开大千绝路 慈悲远广 被谁入不二法门 来到真佛山 首先孝善二字就会映入眼帘 在天子殿也有一幅对联 写着 通过直白的话语 将忠孝观念融入其中 除此之外 真佛山寺庙建筑中 孝解万劫 忠孝环山等等 类似的匾额也是随处可见 蒋成寿避开佛教的玄机妙礼 把深奥难懂的佛教哲学思想归结为 孝善二字 极具平民化 蒋成寿生活的清代正处于如是到三教融合时期 蒋成寿以善成佛 一生教人孝善 虽然身为佛门弟子 但是在他看来 不管是什么教 哪个派 只要是符合孝善之举 都是好的 他从不以门派相聚 有专家认为 也许正是这样一种朴素的思想 使得真佛山寺庙群并没有刻意突出佛教文化 反而海纳百川将如是到传统文化的精髓都融入其中 蒋佛山这个建筑上是体现的清代 我们四川这边三教合一的一种民间宗教信仰体系 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儒家 道家 道家 还有佛家 它的整个建筑部就是各自成体系 真佛山它实际上就是儒家 施家 道家 它是融合的一体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这种 真佛山寺庙群虽是佛教寺院 但是也供奉道教神仙 更将儒家的孝善文化发挥到了极致 真佛山被称为三教圣地 是川东北地区唯一一座三教合一的名山 不过真佛山的与众不同不仅表现在三教融合 这里的寺庙建筑也很有特色 虽然地处四川 但是真佛山寺庙群却有着典型的 广东潮山一带的建筑艺术特色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真佛山寺庙群 眼角高峭 青瓦覆顶 到处都是飞檐斗拱 到处都是雕梁画洞 无论是住处 门窗还是墙面 都有琳琅满目的彩绘和雕塑 其中以天子殿最为精彩 天子殿为三重岩排放式建筑 殿与外墙上的雕刻内容包罗万象 装饰采用的是广东地区特有的灰塑和嵌瓷工艺 所谓灰塑是以石灰为主要材料 拌上稻草或草纸反复锤炼 制成草根灰 纸根灰 再塑造出千姿百态的塑像形式 立体感很强 嵌瓷也是明清时期 广东潮汕一带流行的工艺形式 天子殿的银帘 点额和墙面装饰 都采用嵌瓷工艺 以青花或彩瓷瓷片镶嵌成形 非常精美 那么地处四川的珍佛山 怎么会出现广东潮汕地区的建筑艺术风格呢 四川到明末清处实际上是有六十年的战乱 那么六十年战乱对四川的经济文化 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到清处实行的这个移民 胡光田四川的移民政策 那么由各地的江西的广东一带移民 就进入四川 那么这个移民进入四川之后 对了也对了大量的移民建筑文化移素 这个在珍佛山里面体现的比较多的 主要是一个它的灰塑跟切瓷技术 珍佛山天子殿的灰塑工艺栩栩如生 雕刻的故事内容以殿门为中心 左右呼应 太白醉酒对着东坡交愁 唐代诗仙李白和宋代文人苏东坡 仿佛在隔空对话 取自《西游记》中的沙桥鉴别 表现了唐僧取经上路的情景 仔细看 桥上一匹马正在回头张望 牵马者手中的缰绳细弱油丝 悬在半空 历经风吹雨打 却依然稳固 沙桥鉴别对应的是圣僧归唐 再现了唐僧取经归来的故事 师徒四人个性刻画突出 唯妙唯像 此外还有苏武牧羊 水曼金山 大顺耕田等等故事 这些雕刻的色彩鲜艳夺目 人物形态各异 呼之欲出 从卢氏到三教融合的相得一章 到琳琅满目的雕刻 与众不同的真佛山 也被誉为天府奇观 在真佛山 还有一绝也极为罕见 那就是寺庙里面 见戏台 真佛山的玉皇殿 庄严肃木 但是它的对面 竟然是一座细楼 细楼的设计别具一格 采用的是过街楼式的建筑结构 楼上为细台 楼下是过道 细楼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 采用开放式格局 三面敞开 细楼顶部正中是一个枣井 起到聚拢声音的作用 这座细楼具有娱乐的功能 在法相庄重 清静威严的寺庙中 怎么会有一座细楼呢 原来 这也是真佛山寺庙群 与众不同的特点之一 在寺庙内搭戏台 使寺庙平添出许多人间烟火器 老百姓在烧香拜佛的时候 既娱乐神仙也娱乐自己 在真佛山中 大小戏台共有三座 直到现在美逢庙会 玉皇殿的戏楼上 仍然会有戏曲表演 热闹非凡 官方基督 剧场 王殿 优优独播剧场